大家好,我是宇哥,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男主来到酒吧,问里边的妈咪 有没有什么可以一夜报复的赚钱路的呀 给我介绍一个呗 妈咪说,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 要有这种好事,我还指望你告诉我呢 这时,看到身后有个牛逼哄哄的大叔 手舞足蹈的给小姐发钱 妈咪说,这位刚刚通过股票大赚了一笔 所以才会这么慷慨的一掷千金 这天清晨,男主匆匆登上公交车时 已经九点半了,估计又得迟到 正发愁呢 这时,听到乘客们聊着一只叫高桑的股票 男主一听,哎,我就叫高桑啊 怎么这股票和我的名字一毛一样啊 正纳闷呢 突然瞅间有个妹的神经十分窘迫 有只不老实的弦住手在他胸上来回游走 正一感爆棚的男主一把揪着他的胳膊 将他扭送到了警局 下午出去办事的路上 看到有个大爷突然病倒在路上 勇敢的上前扶起他送到了医院 多亏了男主,大爷才捡回一条命 从医院出来后对他欠恩万谢 一看男主的公司是做印刷机器的 当即拍板和他签了一笔大订单 感觉这大爷竟然是印刷厂的厂长 下午在咖啡厅的电脑中 无意中看到那只和自己同名的高桑谷突然暴涨 两个飙升点分别是上午九点半和下午两点 正好是自己拥抓色狼帮扶大爷那两个时间段 这也太巧了点吧 回公司后男主接到银行打来的电话 说有一笔鼓励让他去取 这简直就是千件横财呀 白特这么一大笔钱可给他卖坏了 尝到甜头的男主得知了一件事情 原来那只高桑谷就是他自己 只要他的表现好 股票就会大涨而股票一涨 自己就能得到丰厚的分红 于是男主开始动力十足的拼命工作 啥事都抢着干 很快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赏识 升值加薪不说 股价也是不断飙升连创新高 很快成为了众人皆知的名人 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了个大土豪 这天男主带女友去高档餐厅吃饭 祥子问他为啥最近出手这么阔绰 是不是干啥不可告人的事了 于是男主把股票的事和女友说了 祥子说和这小高你像货一样被别买进卖出啊 不觉得有点怪怪的吗 男主说这有什么呀 我只要努力工作股票就会跟着涨 既然能赚到大钱何乐而不为啊 男主现在挺屌的 连刀子掉地上都不让剪 维头剪剪后递出一张大票 男主感觉背有面子 祥子见证惊叹道 小高你变了 虽然以前你没什么钱 但从不会这么傲慢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小高了 之前不是你说让我努力的吗 我现在这么努力 你还说这个 祥子一看和他沟通不了 直接离席走人了 之后心情不佳的男主 又去酒吧找妈咪喝酒 妈咪说 高老弟 我觉得你根本就没做错呀 男主一听可算找着知音了 果然知无莫若咪啊 哎 您在科大钻戒哪来的 妈咪娇诚的说 还不是脱高老弟你的福 我也买了你的股票 我得好好感谢你呀 两人聊着正欢事呢 这时过了一个黑大树 说自己是什么投机公司的 他专门收购倒闭公司的股票 帮他们重振雄风 如果以后遇到困难了 可以找他 回公司后 俩女同事对他一个劲的鳄鱼奉承 还送了去国外旅游 带回来的礼物 希望他继续努力 刚发贼 这时社长将男主叫他办公室 想要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 暗示男主以后公司就是你的了 但条件是 男主要把自己的股票 投入到公司里 这样就能强强联合 抽到更多利润了 于是男主把祥子约出来 和他说了此事 并提出要和他分手 善解仁义的祥子 不但没有生气 还表示支持他的决定 兴高气傲的男主说 我会给你金钱补偿的 这次祥子怒了 你别把人瞧扁了 人心用钱买的来吗 我看错你了 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这天男主又来到酒吧消遣 叫来很多小姐 喝多了之后 向妈咪吐露了自己要结婚的事 让他别告诉别人 但这妈咪是个大嘴巴 还是把这事给别人说了 新闻很快报道了这个消息 预测高桑股将会大涨 赶紧买吧 于是男主的股票 一时间被抢疯了 这天男主正慷慨激昂的 在台上发表演讲 激励员工的时候 突然冲进了一堆人 将他团团的围住 原来他们是检察署的 男主将重要消息泄露出去 违反了证交法 现在要依法拘提他 男主被拘的事情影响重大 股价应声暴跌 一落千丈 直接滑落到最低点 投资者们哀红遍野 自杀者无数 男主也从大土豪变回了穷光蛋 走投入录之时 他想起了之前递给他名票的 那个投机公司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找到黑大叔 黑大叔挺仗义 说这事尽管包在我身上 从明天开始 我会把你的股票全部收过进来 也就是说 我将会成为你的大股东 但是今后 你要经我的知识行动 你得OK 这会儿说什么男主都同意 满心感激的英语了下来 这时男主又想起了想子 渣男就是渣男 享福的时候 你把人家抛弃了 现在一无所有了 又回来找人家 和想子诚恳的道歉后 说自己现在遇到了一个好人 愿意全心全意的帮助自己 自己宁愿下半生都捡破烂 赚钱也要好好回报他 先前傲慢的表情 已经荡然无存 想子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小高 你真的变了 不过这次是往好的方向变了 那么两个人 还能回到从前的时光吗 答案是不能 这天黑大哥找来男主 说股票回收 已经顺利的完成了 但是花了比预期 还要多很多的钱 男主说 可是我一分钱都没有 没法还你啊 黑大哥说 这个我晓得 你知道什么叫产业财产分配权吗 就是说 一旦公司发生倒逼的情况下 他股票就行动废止了 债权人有权力分配 公司剩下的所有资产 说明白点 就是可以把公司拆了卖 既然这话男主可慌了 难不成你要把我的身体拆了 黑老大一瞪眼 你小子挺明白啊 男主吓得连连后退 高桑先生 你的身体看起来很健康 你的心肝脾肺肾 应该都可以卖个好价钱吧 这下男主真的崩溃了 于是从此以后 男主这只股票从股市永远的消失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天上是不会无缘无故掉大馅饼的 你想挣的钱月度 那么你自然也要承担相应的高风险 千万别为了追求利益 而搭上自己的性命 这个无论怎么想都不划算呢 对了 还有一点 真爱生命远离股市 好了 我是雨哥 咱们下次见 喜欢雨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